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很难有准确的时间体验 比如现在 你可能感觉过了很久 但其实才刚刚一分钟 沉闷和无聊放大了真实的时间感 我们好似被关到一个封闭的空间 头脑中幻想出时钟的滴答声 在有铁和秀英的脚步里 感受着时间的流动 计算时间的重量 导演李锐君把时间与司机 与土地 与人结合 把电影交给了时间 让我们目睹到生命的节点 在不同的时间发生的变化 但以上这些并不属于这部电影被讨论的焦点 和所有经历过出口的影片一样 曾在柏林电影节提名最佳影片的引入尘烟 最大的争议停留在迎合西方和丑化农村 虽然这观点明显带有偏激情绪 却是农村题材影片一直无法绕开的话题 所以这期视频 我想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聊聊这部电影 针对与丑相关的三项罪名 看看引入尘烟到底是美是丑 以及国产文艺片的营销 是否只有下跪这一条路 作为一部爱情电影 引入尘烟的确不美 因为他演绎了一段非常态的爱情故事 一个老实到有些窝囊的 无腹无脑的大灵光光 一个身体有吸取残疾 无声誉能力的不合格的女人 还有周遭的无视 反感和欺辱 这会让人联想到 有同样特质的情侣角色 比如由真实故事改编的 《花家墨地》 和那位又老脾气又坏的丈夫 李沧东的《绿洲》里 刚刚醒满释放的痞子 和重度脑麻痹患者 还有电影《最爱》中 因卖血而染上绝症的 两个备受歧视的人 这些人似乎都在某种程度上 被环境视为多余和丑 然而电影里 不该出现丑的概念 只有合适或不合适 人们口中的丑 也并非纯粹的审美角度 更暗指刻意丑化 有固守某种偏见的意味 包含对真实性的质疑 那么引入陈嫣丑门 电影前半段 海青饰演的桂英确实不漂亮 一开篇的相亲场景 她在视觉上又超出年龄的帅老感 尤其在结婚照时 阴郁又丧气 不像一个活人该有的样子 两个人口径少 嫁给她几乎一无所知的男人后 电影更无时无刻 不展示她的丑态 无法控制的身体 行动上束手束脚 战战兢兢 然而随着剧情的展开 人物从三个维度上 都发生了转变 首先是外观 桂英戴上了靓丽的头巾 穿上了遮丑的大衣 整个人显得有了点生气 其次是行为 虽然生理上依然有不便利的地方 但在日常生活里 桂英却慢慢做出更多舒展 细腻的动作 以后一前 可以看出她的心态 也由被动转为了主动 第三是性格 单看这个场景 会让人感到美得有意思刻意 但实际上梦幻和浪漫 都不过是我们的主观判断 而非角色本身 真正打动秀英的更是有铁的一番话 当付出小鸡后 他们第一眼看到的会被当成母亲 在这之后 桂英一步步显露出 作为一个女人的性格 细心 敏感 偶尔也会生气 引入沉烟没有一味地瞅下去 故事中的桂英从外到内 都在一点点改变 最终 当她露出笑容 眼睛里出现了光 我们也同时看到她内心溢出的情感 还有属于一个人的自主意识 从剧情上 桂英是从生到死 但作为一个人 她反向体验到了 由死到生 这有趣的一幕 属于李瑞君早期的作品 告诉他们 我成百贺去了 片中事无巨细地展示 土地的各种状态 干枯的 湿润的 会呼吸的 和绝望的 土地陪伴着村子里的人 生生死死 是小孩子手里的泥巴 也是老人最后的归宿 李瑞君的多数作品 包括这部《引入尘烟》 都保留了对土的关注 土 被做成了房子 睡觉的炕 做饭的灶台 还有曾经烟火气十足的村落 也是现在被废弃的村庄 电影里 无论是室外还是室内 几乎每一个画面上 都有大片的土做背景 好像长在土地里的 不光是庄家 也包括人 当龟英 把已经死掉的麦苗 放回土壤 这份对活着的渴望和执着 在两者之间 靠着土 联系在了一起 土地丑吗 土丑吗 某种程度上 丑 房间里的土和灰尘 总会令人厌烦 也带出了某种落后 和不文明的意味 甚至一些 与土相关的词汇 也难逃贬义 好像只有靠种地谋生的人 才会明白泥土的珍贵 社会学必读作品 《乡土中国》中 有这样一句 城里人 可以用土气来藐视乡下人 但是乡下 土是他们的命根 在数量上 占着最高地位的神 无疑是土地 土的确是一种 有魔力的存在 尤其对于中国 但现在 我们这片土地 每日都有几百个村庄 被废弃 十年的时间 有九十万个村子 已经消失 而这也是整个世界范围内 文明与现代化的副产品 可能有一天 农村和土地 也会从镜头前完全消失 随之带来的 是电影中传达出的信息和情感 越来越雷同 有限 到那时 我们可能反过来 怀念那些不够美 有点土的东西 像是这个非常态的爱情故事 两个不够漂亮的角色 不够迷人的环境 和有些扎心的话题 就在引入陈燕上映的前一天 导演贾章科在接受采访时 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话 他认为 我们不能把中国电影 只做成主旋律的专卖场 这是对中国电影 对子孙后代 对中国文化 完全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这让我想到 最近某卫视重播了山海情 同样表现的西北 同样的黄土漫天 同样的贫穷 但为何 没有人说山海情在丑话 引入陈燕的第三项罪名 是关于11日的热搜 我其实没想到 对于这样一部温和的电影 一个排片的热搜 竟引发了不少 明显带有情绪的指责 里面还有一条提到了 白鸟嘲讽的下跪事件 当初制片人方力一跪 跪来了八千多万票房 但当时也有人在担心 下一次是否要上演 更严重的戏码 方力后来没再跪过 对比来看 他作为李锐军 另一部电影的制片人之一 是不够合格的 因为家在水草风貌的地方 在当时上映不到十天 每日平均一场 最终票房只有八十亿万 是成本的四分之一 但它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好片 这样看来 引入晨彦非常幸运 目前上映不到两周 票房八百万 然而这幸运背后 又少不了妥协 这可能是目前文艺片的常态 包含人们看不惯的麦餐 东北虎的小三营销 还有地球最后夜晚 对科幻粉丝和恋爱男女的矿片 艺术电影是否一定要跪着营销 当然最好不要 但为了生存 好像又无法避免 就像引入晨彦最后家的那句话一样 有点多余却也无可奈何 非常感谢大家花时间观看这期视频 关闭视频前 请大家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这对我们很重要 我是靖 感谢观看 下期再见